來 請 美麗齁 我們是想聽 莫多謝謝 還沒 你要想很多吧 你講什麼話 等一下 你現在想很久吧 我跟你講 為什麼 馬力哥 怕我講 什麼 九州的男人的有點 因為馬力哥是九州女人 你給他大概兩天的時間 讓他講 對 我真的 對 迷人日本人哪裡 我真的這個問題想了很久 是 然後 因為我認識溫柔體貼 不會大男人的台灣人之後 真的 想不出來日本的男人 是不是 對 台灣人真太棒了 日本的男孩子 如果你這樣 真的假的 你弄在桌子底下幹嘛 下面有寶嗎 日本人 你們不是喜歡 就是你們的女朋友 是不是 對 太大男人主力了 對啊 你小班回家 我要幫你做菜 洗你的衣服什麼的 那我自己在工作啊 我怎麼辦 而且我們還不能管你們太多 對啊 對啊 對 很大男人耶 對啊 怎麼要有人會喜歡 而且我 對 日本人他們很喜歡念 他們就 小班回家要念念 我好辛苦 好辛苦 好辛苦 是不是 愛面子 對 愛面子 今天這集是誰罰我的 不是聽說你就自己走竟然坐下來了嗎 那幹嘛回家就睡在新宿車站就好啦 你覺得東進的男生跟左舊有差嗎 當然有差的 就是九州的男人 其實我說真的 九州的男生跟台灣人差不多 不是更大男人嗎 更大男人 但是大男人他是我們很有工作能力 就是不會到家抱怨工作的事 我們在學校有碰過那個俄羅斯的男人 我覺得俄羅斯的男人其實還出奇的 我覺得蠻溫柔的耶 是嗎 他們其實外表比較冷 你就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但是如果他真的愛你 他真的真的愛你 他會永遠保護你 還蠻專一的 好棒耶 在日本三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個日本男朋友都沒有 蛤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有一個 因為我在那邊念書是不是 我有很多同學 有一個比較勇敢的 有一個日本同學 我們認識兩天 我剛到日本 第二天 第二天 他來跟我求婚 他說你要不要嫁給我 第二天就求婚 嚇到我 我那時候是六歲 你知道嗎 蛤 他嚇到我 第二天就求婚 有那麼急嗎 夢多 夢多至少第三天 你為什麼第二天就求婚了那麼多 沒有沒有沒有 好 第一個 因為那個安妮的外表是 就是很多日本人會喜歡的 而且 像這一種的 就是應該是你是 你是那個時候 模特兒女生會去日本嗎 那時候我學生 我來念書 學生 他是我同學 對 你說日本人會很喜歡他這一生 會喜歡 喜歡到第二天就求婚 他們就是覺得 這個人 如果沒有錯過這個機會的話 很多人搶走 好像是 對 其實那個男生 我們到現在都好朋友 然後他現在也想要自己 那時候我怎麼會這樣 對 他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他有碰過其他日本男生 追求你嗎 我覺得他們好像很害羞 他們要跟你聊天 他們要喝很多酒 然後他們回來很醉很醉很醉 他們來說 那你 就沒有辦法說 太醉了 對 開始可以想聊天了 卻講不出來 是不是 在我的國家 在海森圍 有一個地方是野景 但是沒有人會下車 大家都在車上看 為什麼 然後他就是有暗示啦 你不知道為什麼 對不起 在車上你們看的應該不是夜景了吧 對 對 對 夜景就是意思是要在車上 對 對 一個 所以有點 有點髒髒的感覺 如果人家說 那應該很多台車一起吧 對 真的很多這樣拍拍拍 窗戶都是呼呼的那種 你知道嗎 什麼都看不到 對 然後連警察都不敢去打擾他們 他們覺得好拉你們 你們的 警察在第一台車 很好耶 看過去那一排車 他也在地震 剛好在俄羅斯念書的時候 因為我學日文 所以我們在那邊有很多外國人 然後有一個澳洲人來念書 澳洲人都轉轉的那種 就是 Selfing什麼的都很帥 然後我看到她覺得 哇 是外國人耶 就像台灣女孩子看到外國人一樣 我覺得哇 她會講英文耶 也太帥了吧這樣子 然後我也不會講英文那時候 因為我在我的大學也滿紅的 就很普遍的給我那種 所以我不敢說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你很丟臉 我覺得很丟臉 所以我跟她說 我是代表我們大學 對 然後我就是給 帶你去看我們的海神威這樣子 然後改天我帶她去看海邊 什麼的 然後我們回家浪漫走路走 然後我一直想 一直在想 她不要包我 她不要包我 對 不要挑東西 我那時候沒有那麼誇張 我還很小朋友的樣子 然後我一直跟她說 你知道我覺得好冷喔 我真的覺得好冷 然後她就沒有感覺 她說 對啊 你衣服好像小妹不夠多 然後我說 天啊她聽不懂你暗示 對 然後結果我跟她說 你要不要去喝一杯 就是咖啡什麼的巧克力啊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冷 她說好 那我們進去咖啡 然後在咖啡廳就開始聊天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子 我的手放在桌子上 就這樣子靠近她 一直這樣 一直煩一直煩一直煩這樣子 然後就摸到她 她說 妳怎麼了 我說 哇塞 天啊 天啊 這太過分了吧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這是我們俄羅斯的溫懷 然後我們大學就說 對 不懂情調 我真的不懂 然後結果我就是那一天 我也回家 我們就要回家的時候 我說你要抱一個 因為外國人不是都很喜歡這樣子 就抱一個 都說 沒關係不用 沒關係 就拜拜這樣子 然後回家一直哭一直哭 結果晚上的就是帶給我 然後約我去吃飯 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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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能是不是下午跟她同學聊完了之後發現 應該是 她應該就不懂 對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還 大概五個月 我們還在一起 所以晚上她願意吃飯 然後咧有發生意識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 還是在一起 問一下各國女生的倒追招數有哪些 我們可不可以聽一下 她們到底有多主動 在俄羅斯我們不是說 要很早結婚對不對 對 那如果你到學畢業了還沒老空 怎麼辦呢 沒關係我叫你們 而俄羅斯女生很喜歡這樣子 因為她們剛到學畢業了沒有什麼錢 所以她們去咖啡廳 而俄羅斯的咖啡廳跟餐廳都比較貴 你要買一杯奶鐵就要三四百塊這樣子 所以她們去早上去咖啡廳 買一杯奶鐵 然後在那邊一直走這樣子 教育你知道嗎 就是在看有沒有什麼帥哥這樣子 然後看到帥哥 他就是看著他點他這樣子 那如果他沒有看到沒有注意你 他就是要去找洗手間就這樣子 就比如說誰啊 比如說誰 你們這邊誰算最帥的 那你講啊 你講啊 老師都舉手 阿堅老師舉手了 老師也舉手了啦 老師那個身材很好啦 我知道老師很帥 好啦他都穿西裝來了 好...那你要不要坐這邊前面一點 不然你太遠喔 不好意思 小姐妳在找路是不是 你知道洗手間在哪裡嗎 對不起 我為妳下管理員 不好意思 我管理員 好 謝謝 在那邊對不對 好 他很辣耶 他很辣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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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演戲喔 你不是要這麼演戲嗎 你好好做就這樣子 他們很兇 我們意大利的女生比較溫柔 沒有... 來 來 哇... 哇... 高招... 哇... 哇... 就這樣 然後一直這樣走來走去啊 然後這樣喔 你一個人嗎 就這樣子之類的 哇... 然後就可以有人這樣 真的耶 高招耶 哇... 好鬆喔 還是就是對... 還是就是可以故意刷東西 從... 他的桌子上 就是有什麼... 就什麼東西都可以啊 黑胡椒啊 比如說 你就可以不好意思就這樣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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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真的很笨喔 把他... 桌上的東西弄掉了 不認識也可以這樣 對... 學校教的嗎 不是... 好像有啊 媽媽教的 他把東西弄掉 這個人要夠漂亮耶 今天如果弄掉的東西 是何宇文的話 哇... 他不是生氣耶 那就直接報警啊 那還... 就是這樣就有誇張 因為你能到達的東西 你就可以說 喔... 我幫你付錢之類的 喔... 你給我你的手機好嗎 我再一點錢啊 那怎麼辦 沒有錢耶 我今天沒有帶錢 你給我你的手機好嗎 我再一點錢 那都是女生會嗎 前後不移 那都是女生會 是不是 他們就是還沒結婚的時候 因為他們很需要老公 要生三個小孩 大家都記得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是假裝 自己是一個好老婆 就會好好打掃啊 做菜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每一個 老實女生會做菜 大部分都會做菜 對 媽媽會教我們 然後他們結婚以後 然後他就是可以... 會說 喔...你知道嗎 我已經... 就是大學畢業了 我可以自己找工作啊 我很獨立啊 我不需要你的錢 我就是愛你這樣 就是你的樣子這樣子 然後他們結婚以後 他就是說 那你現在我的老公 我就是不必去工作啊 男生本來就是要養家人喔 我就在家裡好好休息啊 去SPA什麼的 弄自家什麼的 帶小孩啊什麼 有小孩就帶小孩 對 沒小孩就弄自家 弄自家 對 其實我有很多同學這樣子 他們一直說 喔我帶小孩 然後他們真的一輩子都在家裡啊 我覺得你這樣不會無聊嗎 可是帶小孩也真的很累啊 最好如果純粹 他每天在家裡沒有什麼事情做 然後帶給我 每天帶給我要聊兩個小時 我說我好忙喔 我真的沒有事情做什麼 小孩跟你聊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看我們聊了兩個小時 你真的忙嗎 不確定嗎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喔 然後就是結婚以後會變這樣子 就不想工作啊 又不想打掃 又不想做菜啊 他希望他老公可以帶他去吃飯喔 這樣 做動作完全沒有什麼量啊 對 但是男生在那邊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子 我說你在幹嘛 有沒有那麼痠啊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運動的話 運動的時候 我肌肉痠 我就這樣 嗯 就這樣吧 你會嗎 會出聲音 但是我的聲音很man 對 它又不是真的 吳音臣的聲音是一下 Cing 有時候真的拉不動的時候 要有點力氣 你知道嗎 對 但是你會看到旁邊女兒這樣 真的嗎 他們都這樣 空間的時候 他到底在拉什麼 不是我 我十三歲的時候 看一個雜誌 小女生的雜誌 如果他們說 你要讓你喜歡的男生愛上你 你要擁一下你的嘴纖 哦 那不要太多 就是一點點 我就從十三歲的時候 到現在一直在練 現在就已經沒有 怎麼樣 怎麼樣 咬一下 你咬一下 要在我尷尬的時間 就是要在什麼時候咬 比如說講話的時候 然後就是聽她的話的時候 然後妳看著她 然後我就有點害羞 沒有 就比如說 安妮怎麼樣 這家餐廳OK嗎 什麼菜都可以啊 其實妳就是我的菜 她也不輕易咬下唇 對 那大家有沒有曾經 為了吸引另外一半 因為其實真的 在一起久了 就是會少一些吸引力 或是新鮮感 有沒有曾經為了這個 努力費心做過什麼嗎 我們待學的時候 也是在英雄上的雜誌看到的 就是有賣一種 荷爾蒙香水 這個你們有聽過嗎 荷爾蒙香水 香水是什麼 有啦 就是他們說 香水裡面有一些什麼 對 這種荷爾蒙的東西 然後讓男生一聞到 那個味道就會喜歡妳 所以我們瘋狂 都所有的女生 我們待學的女生都買了 但妳覺得有用嗎 我覺得不一定耶 看啦 因為如果每天用半罐的話 其實講真的 俄羅斯女生長得漂亮 就漂亮啦 如果今天妳們不認識安妮 在酒吧看到安妮 然後她如果稍微熱情一點 妳們應該就心動了吧 對 有嗎 對啊 會嗎 會吧 就是我們俄羅斯的文化 我們也蠻保守的 然後從小時候 我們媽媽爸爸教我們 妳們不要這樣子 要等男生主動這樣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最棒的老婆是 俄羅斯的老婆對不對 是嗎 誰知道 不知道 我說的 我說的算好不好 對 因為我們好像很多人說 俄羅斯的男生比女生少 所以我們就要很努力 大家都很平安這樣子 從小時候要學習 怎麼抓到男生 所以我們有很多那種 女生的雜誌什麼的部落歌 大家都有看 然後就教我們怎麼 妳去也會的時候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就是不一樣的態度 然後他們說 妳第一次跟男生出去 出去吃飯 妳就不可以一直 直接看她的眼睛 這樣壓力很大 所以他們教我們一個方法 我看這邊給你們看 就是要先看著她的眼睛 然後45度 他們就很厲害 還要說45度 這樣看旁邊 這樣她會以為你脫脫 然後就在看前面 這好像妳沒有在理人家耶 對啊 下一盤妳是不是忍不住了 不是 對 比如說 我在跟妳講話 小正啊 妳等一下要吃什麼 妳這樣不會覺得我脫脫嗎 對 這一盤 可是有的人覺得 一定要看著人家的眼睛 可是妳剛剛那樣子 更像在放肩嗎 沒有 但是這種做法 是要看長相好看 這樣就很合理啊 她不管 她翻白眼都很好看啊 一般人 美女可以 妳看下怎麼會能看 要不然就小燕哥看上看一下 對啊 妳看上看一下 45度 45度 然後看下面 然後再看 好討厭 好討厭 好像中間 我覺得妳這樣看起來 至少是一個眼睛 妳看起來 對啊 這樣會拉回來啊 妳看起來 這都好低喔 她還是跟臉有關係啊 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重點是 男生講話的時候 你不要 你完全不要講話 你就是聽她說的 她工作怎麼樣啊 她最近好嗎啊什麼的 然後她問你 妳最近好嗎 妳說 就這樣子 然後不講話 然後我最近看到一個 很好 這樣會很無聊嗎 超無聊 好像古老英國 自己去也會 就是自己就可以 唱你的話好不好 對 然後最近 有看到一個好笑的影片 就是教女生 怎麼去也會 然後就是男生一直講話 就很主動這樣 抱抱抱 我最近這樣這樣 然後女生拿著一杯紅酒 然後在那邊就這樣 嗯嗯嗯 喝紅酒 嗯嗯 完全不講話 然後他們結束以後男生說 哇 你人好好 好好聊喔 我們結婚吧 蛤 對 就這樣 她真的一句話完全沒有說 意大利女生 她們都化大口紅 那個大紅的口紅 紅色的口紅 然後頭髮翻下來 然後她們頭髮帶捲這樣子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她們身體的動作 也不一樣 就比較比較 怎麼說 啊就是那個 她要弄那個頭髮的時候 她的那個 她那個洗髮精 因為她頭髮很響 對 所以她會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男生就受不了這樣 對啊 然後她們每個動作都很性感 就想喝水 她們是這樣 那你們覺得 你覺得 意大利女生性感 還是法國女生性感 不一樣的性感 真的喔 意大利比較 比較性感的性感 就是很大自然的性感 法國的就比較有氣色 優雅 比較優雅 比較有氣色 西班牙道 你會用什麼樣的 來形容你的國家 但是這個不會覺得丟臉 因為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 架幹的西班牙人 要懶惰 真的假的 多懶 有多懶 就是輕鬆啊 就是我們不是以午休除名的 現在我們升級了 因為事業率那麼高 所以我們直接把晚上睡覺 跟午休連在一起 就不用起來了 所以下午都不用工作對不對 不工作是我們人生的目標 我這裡達成了 但是這樣很好 我們都壓力很大 我們一直要找工作 每天要就是上班上班 她們都很幸福 對啊 每天很放鬆 所以趕快放在第一名 她們有海邊很漂亮 什麼都很便宜 是不是 對啊 我們生活費很便宜 不需要工作 而且在西班牙天氣那麼好 連衣服都不用穿 對啊 衣服也不用 也可以省去買衣服的錢 你買一個比基尼就好 你買比基尼每天穿一樣的 那這樣聽起來西班牙 比基尼也不用 我們是裸體主義的 這樣聽起來西班牙的思想很開放 很棒啊 好希望我們去西班牙 有直航的飛機 我覺得很多人喜歡美國 因為我們都看電影 是不是 在電影上我們覺得 美國真的很好玩 但這個就是問題 聖誕 新年什麼都很好 沒有 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我覺得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所有的就是什麼 學費啊 生病啊那些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 很多美國人 他們就 覺得他們自己很自大 然後就是因為很多美國人 我會問 比如說第一次見面 然後問他們 你是哪裡來的或什麼的 然後不是直接說 我是哪一座哪一座 就是覺得 美國最大的什麼 你應該要知道 可是你問 比如說你說那個什麼 North Carolina 或什麼 South Carolina 你看吧 連North Carolina 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South Carolina 沒有 他每次都回答這種問題 你就說美國 或者是 他們就是這樣子直接說 當然是美國啊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 他們就是很強大嘛 然後每一個人都很強大 好像是 我也知道 我來到台灣之後 我就遇到 一直遇到 還這種很討厭的外國人 我跟你講 Jacy 你問他 你問他 你不要這樣 對 我哥哥 MARTIN是我哥哥 我沒有在意 我有問題 我可以問你 為什麼很多美國人 你問他 你從哪裡來的 你是美國人嗎 他說 No 我是紐約人 我覺得你們亞洲人 受這個電影的印象 太嚴重了 就比如說我之前 有一個日本朋友 一個女生 她超級想要去法國 她覺得好漂亮 巴黎 好浪漫 一定要去 像電影裡面 迪士尼之類的 她去的時候 因為她只會講英文 她去講英文 那個法國人不理她 她說 你幹嘛跟我講英文 不理她 然後街 那個街上又髒 然後蟑螂一堆 然後那個飯店也很髒 人也對她不好 所以完全跟你的 那個印象不一樣 我也清楚這個故事 然後我去年去巴黎 我就覺得 那一定很髒 很不好看 但是其實非常的美 巴黎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一看到 巴黎真的你隨便拍 都漂亮 對 巴黎真的隨便拍 都是明信片 但是 真的也沒有你想像 那麼浪漫 它就是一個很有味道的 一個工作室 對 然後白酒很便宜 比水還便宜 這邊有人想要當日本人嗎 沒有 沒有 其實日本沒有那麼浮誇 我以前住過日本 我覺得 第一個是 你吃什麼 便宜 不便宜的 都很好吃 對啊 都很乾淨 都很好吃 日本真的很少吃到醬醬 真的 真的 對啊 那這邊 日本去玩就很好 對 就是玩就好 然後他們都很認真 我覺得日本的個性跟我差太多 對 然後我覺得他們就是 很多規矩 不自在 對 然後男生 不MAN 雖然我很愛巴西人 我覺得他們很熱情 又很愛跳舞 就這樣子 找他們派對最對的 但是跟他們合作真的 你也知道 你也自己知道 不太適合對不對 因為配合度不高 我在日本也主持過外景節目 然後我們常常邀請外國人上節目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巴西人要上 然後我們要11點開始錄影 然後製作人就是快樂 跟他搶好 然後那一天就是 10點 他沒有來 然後我們覺得有發現什麼事情嗎 一直打給他 他都沒接電話 然後結果他是1點才到 對 然後大家都覺得 他應該就發現什麼事 不舒服還是什麼 他就來現場 都完全不會不好意思 然後他說 你們都到了 我剛剛去買咖啡 你們想喝咖啡嗎 就感覺這樣對 真的 然後我們在那邊 我們現在所有的團隊在那邊等一個小時 好誇張喔 你知道很多人喔 因為日本人他們去外景就很多人喔 對 他們有很多聲音師 很準時這樣子 對 那邊你不可以遲到 你就要早半個小時到 日本喔 對不對 發現時間是僅供參考而已 對 發現時間就是 要 再加兩個小時 對 我覺得巴西人很愛這句話 差不多 他們覺得做什麼事情都是差不多 這樣差不多OK 幾點 那差不多11點 那但是就差兩個小時 對啊 對 是一點才會到 妳二樓四人是真的很討厭美國人嗎 那妳們 妳有跟美國人合作過的經驗嗎 有啊 當然有 我覺得 美國人 我覺得他第一名是值得 因為美國人就是 比巴西人還難搞我覺得 因為巴西人他們就這樣的高興 他們真的很樂趣 他們不是故意的 他們真的覺得這樣對 可是美國人好像有點故意的 可是美國人好像有點故意的 他們覺得如果 就比如說我們的行業 如果你們去Hollywood 去美國那邊 你就知道 他們如果你就是 得到一個層次 你就是比別人賺多錢 或是你比別人紅 他們就發脾氣發得到不行 你就覺得受不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就在台灣不會這樣 他們很容易 那不是各國都有這個嗎 沒有你們那個 沒有你們那個眼光 比較誇張 對 真的有啊 就比如說你一點點紅 你就馬上有四個身體 對啊 沒有人管你喔 你幹嘛這樣子 他連去那個吃早餐喔 就有四個身體 你說像台灣 哈囉啊 你是誰啊 不好意思 所以像台灣在紅的 其實他們就互相會交流資訊 大家都很低調 對啊 可是好像美國不太會耶 美國很少那種就是 就像剛剛阿妮講的 你一點小小名氣 身邊就是都保全 對啊 我以前是看到那個 就是他旁邊 又是一個小小狗狗 狗狗 我的保鏢 不要靠近我 可是你們剛剛講的生活 賈士兵感受不到 對 感受不到 因為我在日本出過三年 然後在那邊 真的啊 對 在那邊的最大的電視台工作 他們才不會歡迎外國人 完全不會 他們排外其實非常排外的 對 他們就這樣子 他們就是 如果你去那邊旅行 他們覺得很歡迎 然後就很加得nice 這樣子 喔 我歡迎你喔 就這樣子 然後如果他們懂 你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 你就是變自己的人 他們就會很討厭你 他們就馬上回給你知道 你是外國人 你永遠是外國人 就這樣子 就很嚴肅 他不是很喜歡你們這種 外國臉孔的嗎 你看他們的雜誌啊 對 電視節目啊 他們很愛 但是你去工作的時候 他們一天會告訴你 喔 你現在接了這個工作 因為你的量 因為你想 白皮娃娃一樣這樣子 對 他的意思是 他們崇拜 可是不歡迎你變成 對 對 日本跟韓國一樣很排外 就是說 喜歡你這文化歸 也不是文化 就是喜歡你拍出來的樣子 歸拍出來的樣子 但是你永遠不會是 不會是我們自己人啊 對 對 對 然後他們說 他們會聽你的意見 他們才不會 你就跟老闆說 我覺得今天可以這樣這樣 他們會說 喔 真的 然後或者說他自己覺得 對 他完全不會聽你說的 不會管你 是不是 我說對吧 也滿是 這是有距離感 有一段的距離感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永遠都不會 成為你的自己人嗎 不會 真的 永遠都不會 要花很久時間 真的是這樣 多久 對啊 連你就嫁給一個日本人 然後在台灣住10年 對 大概是10年多 不管怎樣 你還是外國人 真的 所以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離開日本到台灣 我在台灣覺得 我找到了一個家 但是在日本沒有這個感覺 我們都把你當家人 但是我 太快了 我提起講說 日本人可能在 日本人你也很有經驗 對 對 你剛剛交朋友的時候 可能會只有一個浮面上 就是感覺很敷衍你 沒有那麼好 但是 你真的成為他的朋友之後 他可以當成你 可能這一輩子 最好的其中一個朋友 真的 可以 你現在在講男生還講女生 男生啊 對 夢多 對啊 那就夢多 夢多跟龍也 夢多 夢多不算 夢多是假的日本人 他在台灣多久 他在台灣多久 假的日本人 夢多 我覺得夢多不是真的是日本人的思維 對 他不準 但是真的 日本人就是沒出過國外的日本人 他們真的不一樣 在你們國家 很多人會穿羽絨衣在街上走嗎 不會 他們都穿貂皮的真皮的那種衣服 裡面那個都是養殖的那種貂毛 或兔毛 什麼我們穿的是比較 你怎麼戴棉被來 我們都是穿的是都是皮的 對 皮左的 皮左的正皮 或者是皮左的那些外套 皮外套 羽絨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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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俄羅斯最冷會冷到什麼程度 大概到三十度 零下 零下三十度 他講的只是外國 最冷的地方應該是新西伯利亞 新西伯利亞 新西伯利亞可以零下到四十度 所以你早上起來要去學校的時候 你喜歡三堅苦 西伯利亞到零下四十度 零下四十度 人站在外面就感覺像是冰棍一樣 我真的以前聽過在瑞士 瑞士真的頂多零下二十度很了不起 你知道以前在瑞士聽過 我真的有聽過這樣的傳言 而且妳想想看 妳每天穿三層褲 人有三級 萬一要上廁所怎麼辦 就直接尿嗎 第一層 第二層的時候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 今天的時候比較不會睡 因為上廁所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那個 真的冷起來的時候 就是說妳那個配備很好對不對 妳有時候把那個 比如說妳穿那個 滑雪的那些工具什麼一大堆的 會啊 那個雪還會把妳曬黑 雪其實很曬耶 超曬的 而且妳知道那個冷啊 真的冷到那一種 妳無法控制自己的 咀嚼跟講話 對啊 瑞士妳去外面 五秒 五秒鐘 妳沒有辦法微笑 都沒有表情這樣子 就這樣 然後我手也沒辦法動 有一年啊 我媽就要開車 我們要走出去嘛 然後我們就下去了 因為前一個晚上就下了 就是暴雪啊 然後就是很多雪 那因為這樣子 因為全部都被蓋住了 所以妳需要先 比如說刮那些 就是妳的那個窗戶嘛 因為才看得到 所以我們在那邊刮 那因為那個很痛苦 你會用那種信用卡之類的東西 然後就是刮刮刮 我們在那邊 我們刮了大概半小時 因為就是要刮每一個窗戶 讓妳可以看到 信用卡也爛嘛 對 真的 刮刮刮刮 然後終於還有半小時 我們都... 終於... 然後太陽又下山了 然後我們就拿了那個 然後開門嘛 然後我說 嗶嗶兩聲 然後... 怎麼是那一台車 因為你認不出來 認不出來 那一台車都長得一樣 都是雪啊 我們就刮了別人的車 然後又... 然後又要在那邊刮 再... 這是第一次有人刮我的車 我好高興 對不對 真的 我們在洛西有時候 門打不開 對... 所以你去學校 老師說你明天門打... 可以打開嗎 你就去學校 打不開 你就在家裡休息 真的嗎 真的 那一定每個人都打不開啊 沒有 也是因為天氣非常乾 然後也很冷 所以我帶前女兒去烏克蘭 然後跟他說 你要好好的照顧皮膚 因為非常乾 他就不相信 之後就知道我第一天 他就... 因為他一直... 如果他覺得很乾 他會用他的舌頭 太乾了 然後這樣不行 太乾了 你不知道嗎 在外面 俄羅斯外面不可以親親 會黏在一起啊 對啊 真的會啊 是假的啦 這是第一個路 對... 你來俄羅斯他們說 你找了男朋友 不可以在外面親親 那你有跟人家黏在一起過嗎 其實可以 就... 可以 烏克蘭可以 烏克蘭可以 俄羅斯不可以 就可以用毛巾 他...不好意思 他今天的時候旁邊會有吹風機 還戴在身上就對了 對啊 然後睫毛也是 如果你的睫毛會被動的 對...所以大概是一天 就都... 剛剛馬廷的照片 一模一樣 都結冰 頭髮這邊旁邊也會白白的 很漂亮喔 其實很漂亮的是非常不舒服 沒有啦 我們在俄羅斯一直笑 就是衣服 你掛在外面 然後大概一個小時 它會... 馬上下 對... 那個很好笑喔 掛在外面然後 那時候燈一個小時 再熟起來回家 掛在家裡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之後就... 但它結冰不是之後就濕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它...因為在外面我們是乾... 天氣比較乾... 乾冷啦 不會啦 我們在那邊待的時間比較長 我們都是內衣褲襪子要自己洗啊 洗了以後沒有脫水機 它那邊沒有脫水機的 連洗衣機都找不到 手洗一洗 就掛在外面的窗台 對... 大概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乾了 他會去我家鄉 剛才會再拿起來 好感動喔 你喜歡海森薇嗎 對我去他們那個海森薇 海森薇 都是這樣子做的啦 所以也不覺得說 怎麼要把衣服放... 不要講什麼 你要喝冰的薇薇對不對 不用放冰箱 就放在窗台 二十分鐘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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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做的比較多 然後就... 如果你冰箱以前沒有位置 你就放在台... 我們以前在瑞典也是啊 其實我們在瑞典通常 冬天的時候我們冰箱 就會把它關掉 冷凍... 冷凍... 我們會把它關掉 不要浪費電 因為我們都是... 全部都是放在外面 我們一天是買飲料回來 就掛在窗外還是冷了 就可以了 對啊 小時候 零下十五度那個時候 我們還是照樣要去上課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情況 是因為冷或者是下雪 就放假的 沒有這回事 一定要上課 現在瑞典也不會就是 我們不會因為穩度 所以停課 一定就是什麼 暴雪啊 或者是前一晚下太多啊 你出不了門啊 或者是那種 滿街都是雪啊 車子啊 公車那些都沒辦法開 才會放雪啦 基本上不會 因為... 其實會冷 就會三十幾度的這種冷 就是沒有幾個地方啊 氣球上只有幾個地方 然後那時候 那些...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在住啊 是 整個城市就是幾百個人 你們有這小時候 比如說就有很多下雪對不對 然後你去學校 你不知道今天不用去 然後你走路走路一個小時 到學校 學校 他們說今天沒有喝 然後你要回家 這樣子 為什麼要走一個小時啊 好淒涼啊 因為小時候沒有手機對不對 你有時候帶給學校 然後他們沒接還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啊 但你為什麼不坐車 要走路一個小時 沒有...沒有車啊 有時候我們剛剛說 因為現在太多雪啊 所以... 沒辦法把...沒辦法開啊 所以你就是要走路啊 他好學 他還是用走路的到了學校 因為你上街看到沒有車 所以你不覺得事有失效 還發現今天是禮拜天 不是啦 沒有 大雄不是常常這樣 你不要說你載你小朋友對不對 你學得該到這邊 真的 剛好這麼敏感的位置 真的 不過還好 因為你去學校的時候 已經開闢了一條道路 你就走回去就好 我差不多六七歲 我媽一直跟我說 你在外面的時候 不要用你的舌頭碰鐵的東西 對啊 那個我們就很愛玩 其實我跟你們說 如果媽媽不說 我不會不會這樣的事 媽媽說了 媽媽說你不要去試 不要用舌頭碰鐵的東西 對啊 媽媽說了你就會想試啊 沒有啦... 有一點我煮個鼻的人 然後他說 你要不要碰到那個什麼 開門的那個什麼東西 門吧 門吧 對 他說 它是草莓的口味 草莓的口味 結果 你舌頭在那裡黏了多久 黏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他一直在外面想 真的假的 對 然後我媽來救我 對啊 我們小學都 他要怎麼救你 他要怎麼救 他沒有救我 我媽怎麼救我 他就是用溫水 然後一直 我住英國的時候還滿近的 因為是 冬天啊 是女生會穿得很短 不管是英國 因為你們的國家 日本也是啊 加拿大女生穿高跟鞋 然後都泡在靴裡面 真的很厲害 真的假的 我剛剛說你穿高跟鞋才不危險 因為你這樣 插高跟鞋 你不會跌倒 你不會滑倒 真的 你會滑倒 是嗎 我在俄羅斯都喜歡高跟鞋 真的 我們女生是這樣子 穿高跟鞋 然後去踩到那個冰上面嗎 有的時候會不會滑的 不會滑倒 真的 那你們有那種 就Ice Pig一樣的概念 對啊 以前我在學校 那個老師就會叫我們去買那個 因為我們都穿馬丁鞋 然後他就會買一個像 上車子那種鐵鏈 然後有一個專門上在鞋子上面的 有啊 可以靠在上面 防滑的 可是也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也是摔狗姿 安妮是不是怕放那個鞭炮是不是 對 好可怕 為什麼 因為我在台灣第一年 第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就早上 很早很早七年 早上 早上 七點五點 對 很早我就馬上 突然聽到 啪啪啪啪啪 你知道我從哪裡來的 我從海鞋圍 我們在海鞋圍有很多Gangster OK 你以為太強了 很多壞人 所以我就馬上覺得 有Gangster在外面 所以你以為是槍戰嗎 對 所以我覺得 很可怕 早上五點很早 很快穿房 對 前一堆宿船還沒醒 然後就起來打槍架吧 對 我都不敢出門 然後那一天都在家裡 我覺得很可怕 現在 巴西也是自由拿槍 對 如果真的聽到 就直接翻譯 對 老公趕快趴下 杜莉你也是一樣嗎 聽到鞭炮聲 你當時也覺得是槍架嗎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就在那邊聽到那個 我以為是槍 我就丟下來 就看一下旁邊到底是什麼 結果就是大家都在那邊看我 好像是 這是我的問題 對 那不是我的問題對不對 你看到這些東西會嚇死他 那是不是聖誕節 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啊 不是 我們跟美國不一樣 所以十二月二十五號 我都沒有感覺 我就 那你們聖誕節什麼時候 那你們聖誕節什麼時候 一月六號 一月六號 對 就是他們聖誕節 就是有 也有婦女節 有啊 哪一天 很大的人 一樣三八 對 然後我以前有台灣的男朋友 他都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我告訴他 哪一天你要送給我花 然後我們要 哇 這個女生你真的 你真的比台灣女生還壞 不是吧 不是在俄羅斯真的是這樣 你一定要送給花 你媽媽 然後你女朋友這樣 不是就是我 哪你要送你男朋友是嗎 只要是女生的 都要送就對了 對 所以我就告訴他 然後那一天他都忘記了 不送給我花 我好不開心 所以現在我還有女朋友 安妮是帶妳的朋友 回俄羅斯過年 對 過年 因為我們過年最大的日子 對不對 很好玩 然後我們俄羅斯人 我們比較苦 如果我不認識妳 在外面我碰到妳 我都不能微笑 然後不能說嗨 為什麼 就是我們的文化 你們的過年 這樣算是很開心的嗎 看到人不能微笑 也不能說嗨 不是不是 我說平常這樣 平常的時候 只有一天是過年 我們就會說嗨 然後就很開心 好冷漠的國家 然後被邀請 不是 所以我們到俄羅斯 不能隨便說嗨 對 不能說 他們就會覺得你神經病 所以在俄羅斯也不能隨便微笑 對 我都不忍心 對 我都不忍心 那請問妳們打招呼 怎麼打招呼 就很酷 就這樣子 就撞褲的 一定要點 一定要這樣子 對 對 如果你跟我手嗨我就會 對 難怪妳們那邊槍戰這麼多 對 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手嗨 然後可以邀請妳來我家 我給妳吃東西 給妳 對 妳知道嗎 所以那妳說朋友在街上這樣經過 妳說這樣子就算 那如果妳去一個店裡面 如果妳是我朋友我就會想 嗨 嗨 嗨 那個服務員要怎麼跟你打招呼 嗯 服務員會說 沒有 那邊坐 不會 不是 進來那個服務員 來啦 不會 不會這樣子 很難耶 好難喔 妳在幹嘛 不是 我們就 我們就比較 沒有那麼開放 沒有跟 美國人那麼開放 那妳們在俄羅斯酒喝多的時候 也都不能笑 如果我們喝醉了 就不一樣的故事 這是不一樣的故事 這是不一樣的故事 應該是大家公司一直喝酒 也受不了那麼納悶 就是一直 他們一直喝酒 啊啊啊啊啊 就可以了 所以說他們搞不好是在 一家餐廳裡頭 大家在裡面笑 但一到馬路上就這樣 他們也很壓力 對啊 不是吧 難怪妳會搬來台灣 對 不是 我們就有禮貌 說喔 我想 我需要這個那個東西 但是不行 如果是黑人在的話 那有一些音樂 我們都從得到 對 美國人比較開放 他們在外面就說 嗨 對 How are you doing這樣 在俄羅斯我們都不會 這 這好妙喔 是很多人 不敢去俄羅斯對不對 大家都說 俄羅斯很冷 很冷 但是俄羅斯就一定 冬天的時候都要去 其實我自己也不敢回去 冬天的時候 那妳現在要跟我們聊什麼 但是其實你們都覺得 俄羅斯是莫斯科對不對 俄羅斯其實很大 也有東邊 東部那邊就是很近 你從台灣要飛到俄羅斯很近 就要轉機在香港 什麼日本韓國都可以 然後兩個小時 比如說到我家 我家是海森威 從東京到我家 只要飛一個半小時 這麼近喔 這麼近 然後又不貴 大概兩萬塊就可以賣幾票 來回 所以其實不貴 然後俄羅斯的冬天 有什麼好玩的呢 你們大家都知道吧 蒸汽浴 蒸汽浴 我們叫巴奈 你們可以學一下 很簡單 巴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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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邊有點像台灣的三溫暖 你就是要去那邊 因為外面很冷對不對 其實我發現每個國家都有 日本有那個什麼 溫泉 對 台灣也有三溫暖也有溫泉 韓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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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 然後那邊你覺得 在那邊有三溫暖 然後你覺得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去外面 那直接跳雪裡面 對啊 很帥啊 很帥氣 但是你一定要喝一點酒啊 壯膽 對 但是這個對身體很好 其他那邊可以 其實俄羅斯人很喜歡在巴奈 談生意什麼的 或是 就是叫漂亮的女生去那邊 陪他們喝酒這樣子 真好啊 他不是三溫暖嗎 怎麼了嗎 我們下個月要不要一起去 對啊 小燕哥 去泰國爭什麼蛋蛋啊 去俄羅斯不是很好嗎 真的嗎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 他就是像一個Villa 對啊 那邊什麼都有 有一個 一個房間是三溫暖 另外一個是 你在那邊就可以吃飯 喝酒 喝茶什麼的 你不喝酒也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房間那邊有床 你就如果你有休息可以 就像這樣 對…如果你有… 對… 它是在小木屋裡面 這個是在三溫暖裡面 對 然後 為什麼我剛剛 就是一個要故作震驚的地方 那不然你滿腦子的 這個沒有啊 就是… 這個就是在三溫暖裡面 我們拿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說 它就是一個… 一個樹葉 樹葉 對 然後你要搭別人 用藥槽的方式 對啊 你這…就是很健康 然後… 這個其實我有做過 你做過很辛苦對不對 我那時候去俄羅斯 他…我去… 他的環境沒有看起來那麼好 比較陰陰暗暗的 而且… 你去比較便宜的吧 不是… 你有可能 因為我出外景你知道嗎 不是說要省 我們想聽一下 你去的那家有什麼東西 對啊 陰陰暗暗的 很正常 因為我們在拍攝 要出…在出外景 他說用那個打會痛嗎還是 那個… 你覺得不會 我覺得會 你知道嗎 可能是我們男孩子 他就是拿一堆樹葉 那感覺好像在驅魔 還是什麼的 你看這樣子 我們男生都好妝喔 對啊 辛苦了 他其實那個味道聞起來 有點像是艾草的味道 有一點類似像那種 對 然後他會在火爐旁邊 放一些類似像艾草的東西 一樣都有那個藥草味 然後他是整把拿起來 結果往你身上 開始… 打一道啊 對 就像驅血一樣 他真的 他一開始是這樣 打… 打到後面就… 瘋到我雞 你知道嗎 真的是打… 打到那個樹葉都亂飛 我不誇張 打出了一些情緒來 真的 他應該說錯什麼 還是什麼 沒有… 樹葉不見都變藤條了 這個打完地上全部打 狂風掃落葉 不誇張 其實對身體不好 我們相信如果你們一個禮拜出巴尼 你就不會感冒 那是女生嗎 女生服務嗎 女生… 不是 我們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分開 所以那時候打你也是男生 男的… 對 那你打完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肩膀忽然變很輕 你為什麼… 我剛才就化成一股白煙 我就走了好不好 你們那邊有喝酒嗎 其實最好玩的 大家去巴尼亞的時候 你就… 你就去三五暖 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五個小時 你一直在喝酒吃飯 你們有喝酒嗎 沒有耶 你們外景應該… 對 我們窮嘛 我們外景之後 就回飯店吃泡麵 那你說便宜是多便宜 他一次多少錢 大概一個小時應該一兩千塊 那你比較高級的一點 應該五千塊這樣子 除了這個有什麼… 什麼好玩的 就可以… 就可以… 一整個杯都… 沒有 他說有女生陪你喝酒啊 沒有 你去一個禮拜 你不可能每個禮拜 每天都去那邊啊 小良哥的行程就是這樣啊 很早打到我 他就進去之後 就沒再出來了 他就一天七個小時 就把那個少溫暖那邊 對啊 其實有很多… 你們剛剛說要滑雪… 什麼都有啊 當然一定要的 有雪的地方一定有啊 所以… 所以二樓社也可以滑雪嗎 當然可以啊 怎麼不可以 我們學這麼多啊 一定… 沒有那麼冷啊 身邊對啊 怎麼沒有學最多啊 我小時候去學校的時候 我就滑雪…去學校 是啊 沒有辦法走路啊 滑雪也去學校 有時候我們都沒有辦法開 這樣子 因為他這麼高啊這樣子 學太多了 歡迎來俄羅斯玩 啊 但是要帶很多衣服來 是不是 很冷 很累 俄羅斯女生 我覺得… 我也很喜歡去化學 像剛剛馬丁說的 對 我們都知道 我覺得很棒 你喜歡去滑雪場不穿衣服 沒有… 那你美中部組的就是沒有帶我去 可是房間裡面很熱 這是他最聰明的一個決定 那去歐洲當然是很漂亮 可是很遠 那大部分的人會去韓國 或是去日本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去北海道 這不便宜的 對 我會推薦一個地方 就是叫 Hakuba Hakuba 我知道 我去那邊幫我節目 Hakuba是在 Nagano附近 好漂亮喔 然後要飛大概 十個半個小時 飛機大概 一萬五 百馬村是不是 街票來回一千五 百馬村 一萬五 一萬五 來回一萬五 對 一萬五 然後在那邊 因為是比較想像的地方 比如說那個學票 五天七千塊台幣 便宜喔 然後住的地方有很多那種 Hostel 一些很大的飯店 然後很多榻榻米 一個晚上一千五 便宜 很便宜 所以這個地方 我知道很適合跟 兄弟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也有很多Airbnb 那因為你知道 北海道其實那個山很高 所以那邊非常冷 可是那個Hakuba 其實中午的時候 就可以在外面喝啤酒 吃東西曬太陽 好棒喔 白馬村 對 白馬村 在Hakuba 然後要飛到Nagano 十個半個小時 然後做一個Bus 一個Shadow Bus 一個小時 Nagano在哪裡啊 這比較難 靠近東京 比較靠近東京 OK 對 我再跟你拿行 因為滑雪 每年都會出去滑雪 然後如果是這 比如說四個人 那時候有一些 我們遇到一些美國人 他們住了一個很大的房子 然後有四個房間 然後可能一個晚上 這個房子要大概一碗五 所以就是你十個人去 就很便宜 可是那邊真的好漂亮 像童話故事一樣 那種畫面 我第一次看到 我覺得 哇 我在哪裡 真的太漂亮了 我沒看過這麼漂亮的地方 那他吃的東西好嗎 有啊 就是 很好啊 那邊的那種更有名的是Soba Soba麵 Soba麵 他這樣講其實有點像清景哲 真的 應該比清景哲的雪多啦 對 可能消費可能也沒那麼高 但是玩雪 我還是覺得可以去俄羅斯 因為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錢 比台灣的錢 少兩倍 所以物價便宜 對 就是你要付台灣的一百塊 在俄羅斯變成兩百塊 那你自己算一算 就很便宜喔 對啊 歡迎大家來俄羅斯 俄羅斯最佳的人選了 對 台灣人出國旅遊啊 會有哪一些必要 讓你覺得 真的有夠驚訝的 怎麼會你們台灣人會這樣呢 有做什麼事嗎 他們出國一定要帶很多東西 你不覺得呢 例如說 就是例如說 我們去外景 去外景三天 那你要帶什麼 就帶很簡單對不對 帶一個睡衣啊 我不知道什麼 T恤就這樣子 對啊 他們要帶 洗衣 不是 對 洗衣 洗衣粉 然後洗髮精 鹿液 這個還好 這個我可以了解 對 那你帶自己這個 這個還好 我還可以了解 那你帶自己的枕頭 怎麼樣 他覺得他飯店的枕頭 他睡不著 他帶自己的枕頭 去外景三天 嗯 他就是有帶兩個 心理箱這樣子 你不覺得太多嗎 心理箱有點 對 有點太多 然後他說 外面的東西 我也不喜歡吃啊 那我帶自己台灣的泡麵 然後帶很多泡麵 然後我都是不想去餐廳吃 都在家裡吃泡麵 不是 因為有的時候 所以你有跟梁赫群出過骨頭 對 不是我會帶兩包被子 就想說 萬一你去外面吃東西 口味不合或怎麼樣 晚上又肚子餓 又沒有一些便利商 你去的都 都是香港跟澳門 跟香港跟澳門 到底有什麼不合理吃 我可以買香港的何味道啊 哈哈 吃的味道真的很喝 對啊 你不是要吃吃乾杯國家的味道 真的 我覺得 台灣在這個照片啊 IG 直播的文化 是有點太嚴重 啊 像 IOSCE的那個 美國比較嚴重 這不是 這不是台灣的問題 現在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在 在那個布林里斯 在紐約 好多人在義大隊 就全世界的女生在那邊 全部都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會聽不懂 他們比如說講西班牙話 聽不懂 聽得出來他在罵他男朋友 他幫他拍很棒 我就是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我說你去 你需要我幫你拍照嗎 他們說OK 然後就幫他拍 這樣子給他 救了他的男朋友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都還好 真的恐怖就是你們兩個俄羅斯人 你試試看 俄羅斯人出國超恐怖 真的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是要飛去澳門 本來很單純 我們飛澳門 辦簽證 逛街回來 很健康 這樣子 結果呢 我這個俄羅斯朋友 他我們是早上五點的飛機 可是他每次出國 就是很興奮 好像他第一次出國 五點飛機 他帶了那個六瓶啤酒 就是一響啤酒 對啊 然後就是 兄弟開喝了 出國要開心 對啊 可是我以為要健康 我以為我們要去辦正事 結果呢 最恐怖的是俄羅斯人 還很會帶氣氛 我本來不不要喝 他們帶氣氛 然後我們還沒有那個過海關 我就 Let's drink 所以我們 然後 很無聊啊 過海關很無聊 你每次排隊 你每一次排隊 一直等啊 還有時間有延誤 你就 幹嘛 重點 這是重點 我們過海關 已經過海關了 開始無聊了 發生什麼事 他去買一瓶Vodka 免稅Vodka一定要買 這不是無聊 這是剛開始好玩喔 然後 我們 才剛到澳門 我們已經完全醉了 他就在怕坐飛機啊 可是很好玩啊 他就醉一點點啊 我覺得 你的故事從開始到現在 都很合理啊 哪裡合理啊 真 早上五點開喝 然後到澳門差不多七八點 已經完全醉 對 很好啊 一瓶Vodka已經不見了 開心啊 而且他們會逼 不該喝酒的人喝酒 對啊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 我問我們去哪裡 我們去南部拍一個 好像外景啦 我們嗎 對 你記得嗎 我們去拍外景 然後我們要開夜車回來台北 是 開夜車回來 他就是一定要到 我們已經在那個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那個休息站 沒有賣酒喔 你知道嗎 他指定那個司機 或司機 請你開到市區裡面 我不知道我們在哪裡 他就開到市區裡面 為了買酒 這樣就是你不對了 因為我們都會自己帶酒 你怎麼樣 我們去外景啦 我們去工作啊 所以我們沒有帶酒 我們去工作 我們都自己帶酒喔 對不起 我現在一直不會這樣子 對不起 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像那個佩德羅講說 為什麼每個地方 到底要拍 比如說去哪裡景點也要拍 去這個餐廳 吃什麼也要拍 就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拍 到底為什麼 有時候我就跟他會講說 難免會有一些口角 對 可是我發覺 你跟他口角下去 就趕快拍一拍吧 後來我想說 好你要拍就拍 趕快拍完我們趕快走 或是趕快拍 我們就可以吃了 對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有時候有時候 蔡依萊好香喔 真的 是你會覺得說 被斷掉了 就像大到一半被夾斷這樣 所以花時間我覺得在海邊拍 因為我們都喜歡比基尼 我們要拍起來很瘦啊 腿很強喔之類的 屁股很翹啊 這比較難我覺得 真的會拍照的男生很加分 對啊 真的 所以我剛才我這一次去泰國 那邊有很多普通國家的女生 然後他們那邊就是 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我就看著他們的男朋友 我覺得 現在世界真的很不一樣 是不是 我們國家沒有 沒有很多人這麼有錢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出國的時候 真的好興奮 好開心 真的 他們俄羅斯人覺得 你出國 在那邊不是 不是國家 在那邊就是外星人的地方 你知道嗎 沒有人聽得懂你說什麼 沒有人管你做什麼 所以他們一下飛機 就是很大叫這樣 就像我們比如說 我姐姐來台灣找我 她一下飛機這樣就說 耶 開商品喔 我在國外啊 耶 我說姐姐 你知道嗎 你可以不可以就是 不要打興奮 因為有可能人家會認得出我 這樣子 你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她說 我不要打興奮 就這樣子 我看看禮拜就這樣 天天都這樣 有一點累 然後他們就覺得要 一直要喝酒 這是真的 沒有 開心就對了 開心 對 對 早上到晚餐要喝酒 然後會去飯店 你也知道對不對 飯店都是要就是 all inclusive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 比較划算 又不用就是去付錢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喜歡 早餐 午餐 晚餐 都是all inclusive 不用再付錢 就這樣子 吃到包 結果他們吃真的超多 超多 你知道嗎 吃到包 但是他們的吃到包 跟台灣的吃到包 完全不一樣 你可能就是可以了解 我覺得 吃到包 有的人你知道嗎 那個吃到包的地方 就是一個包 對不對 他們就拿椅子 坐在那個包 在那邊吃這樣子 然後他們覺得 你去那邊 走來走去很麻煩 你就坐在那邊然後吃 就比如說那邊有什麼 蝦子 他們不會拿兩隻蝦子 他們就拿整整個包 還是他們就是椅子坐 蝦子剝完吃完再換下一盤 對啊 是真的 真的很多人這樣子 是不是 真的 你可以再玩不看看 會不會幫別人加菜 不會 應該不會 不會 但是他 他是 就是想是我在瑞典 對 在瑞典的時候 就是他有那個鳳梨 然後他還沒有切好的 就是他是整個鳳梨 你說像馬乳頭上那一個 對 很像 對 然後就是有兩個 就是他們應該是父親 他們就說 就是那個老婆她說 我想吃鳳梨 然後她老公說 好 他拿了整個鳳梨 放在桌子上 然後幫他切 很大方 然後大家都是殺人 他叫服務生拿到 拿到 他拿什麼東西是重點嗎 有時候這個 那種水果是百事 百事而已啊 但是你知道的是什麼 俄羅斯人還有一個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地方 他們在國外也會講俄文 就是像是在瑞典那一天 就是也是這兩個父親 所以他們要訂啤酒 然後他們說 逼吧 就是啤酒 然後這個父親說 就是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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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要 就是這樣濃的啤酒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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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乾淨 但我覺得真的不好 你們不要去那邊 因為那邊沒有人聽得懂俄羅斯話 不好意思 我們為什麼要聽得懂俄羅斯話 你救我了 聽到目前為止 好像真的是俄羅斯的朋友 真的 聽他們出國的事很好笑 但跟他們出國應該會氣死 對啊 我之前住在日本 然後就是跟很多日本朋友出國過 我覺得日本人最煩喔 他們就是賣一本 就是今年最流行的那本觀光書 他們就賣 然後每個人去一樣的地方 所以就是到了那個地方 就很多日本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拍照一定要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 Point你知道嗎 不可以在右邊一點點 左邊一點 不可以 他們就是要在那邊拍 然後就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日本人好愛排隊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對 他們很乖喔 他們在那邊排隊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 幫幫大家排隊 然後他說 這樣要排隊多少 就是幾個小時 多久時間 他們說一個小時 他們說 好啦一個小時排隊吧 然後在那邊排 一個小時了 很久耶 我們可以去吃個東西啊 喝個茶什麼的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在這個地毯 然後就可以鋪在地上等 然後躺著 但是我覺得 其實拍照 然後你也可以拍那個地方 但是不是從那個地方 你就是可以旁邊一點拍也一樣吧 對不對 他們不是 然後吃東西也一樣 他們不可以吃路邊的東西 所以你帶 就是日本朋友來台灣 你帶他們去夜市 他們不可以接受 公掉 他們就是真的覺得太髒喔 他們不可以 然後我覺得很驕傲 我覺得台灣的夜市真的很好觀喔 很好吃啊這樣子 他們不可以接受 他們真的沒辦法 他們會去但他們不會吃 他們不會吃 他們就不會吃 真的喔 然後拍照 真的喔 他們就說這個可愛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不吃 你知道嗎 對 比如說你跟日本朋友去海邊 他們真的不會玩水 然後不會玩海邊 他們也不可以穿比基尼什麼的 他們的泳裝都是這樣 比較保守 對 就這樣子 那他們超級怕UV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千歲的 對啊 對 真的是千歲的 真的啦 然後我覺得 喔 我穿比基尼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 對 沒有感覺 他們比較害羞 他們有害羞 又很怕晒黑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人怕晒黑還OK的 是健康的怕晒黑 你就是猜一下那個飯菜就可以啊 但是日本人他們真的不可以 準備好了 GO 麻煩小梁哥 加油 起司 開始 為什麼聞到就頭痛 放到鼻子前面聞一下 不要聞 不要聞 直接 不要聞 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要吐下去喔 我不尋找 下一位 下一位 不要 他可以喔 可以繼續吃 吳子龍接受 不能吃的話就拍囉 對 好 對 但是 我跟你講不要勉強 要吐就吐了 對 因為我也是在一直在看肯娜 他好像差不多了 他好像 他真的快知道 我們多遠一點我覺得 肯娜 肯娜後面 肯娜後面 可以 不要勉強 腦腰就吐出來了 對 可是你要吞下去啊 吞不下去你就吐了 我要五分鐘 下一位 賈斯汀 不要聞 五分鐘 爛泡了 你看看安妮是怎麼看的 爛泡了你 快點 快點 至少吃一口 六十秒了 快點喔 快點喔 你們再這樣玩嘛 已經六十秒了 你多一點喔 你是不是 你是男人還是什麼 爛鬥了啦 那卻不行 第四棒安妮 安妮真的敢吃耶 我們來吃一下 怎麼了 等一下 剛剛那一塊碎掉了 我聞到了 很美味對不對 OK嗎 好好吃喔 跟你上次吃到的差不多嘛 差不多了 滿好吃的 他繼續夾了第二塊 你要不要關心一下哼啊 我覺得你不要站在...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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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噴口 剛好在我的臉上 你們為什麼不講 吳一陣 欸 這個呼吸就要哭了 不是說哭意的 吳一陣 時間過了一百二十秒 誰叫他站在這裡的 欸 你看安妮 我蹲下去了 Yeah 好險 可以直接贏嗎 哇 安妮好強喔 安妮超強耶 你們知道安妮哪一碗白飯來 好不好 真的 你要不要一碗白飯 安妮還在吃 還是一盤麵 今天晚上不管是誰 請不要跟她接吻 安妮很強耶 你很強耶 你是真心覺得好吃嗎 Oh yeah 真的啊 安妮你要一點水 他吃了快一半耶 Oh my God 吳子龍你有什麼資格跟他來 你講一下口感好不好 你覺得如何 就是 很像襪子泡在... 麥克風 麥克風 很像襪子泡在水裡 然後已經爛掉了 剩下二十秒 然後你再拿去吃 阿妮還要吃 對 你這樣全台灣的男人都會想娶你耶 Oh my God 阿妮太棒了 二十 謝謝好的 謝謝 八 七 六 好優雅 你可以再按一下鈴 再讓肯娜吃一次 一 太厲害了 阿妮太強了 來... 趁一下這個 時間到 非常棒 我們剛剛都已經有... 在思考人生了 趁了這個盤子的重量 你們沒有吃 扣掉盤子之後 你們總共吃了330克 哇 剛才... 540克吃到變330克 對啊 所以剛才東方隊獲勝啦 因為東方隊吃了400克 YES 我跟你講我們西方隊... 西方隊 西方隊可惜就是在賈斯汀沒有幫忙 沒有 他完全是靠安妮在撐的 對啊 而且剛剛有多恐怖你知道嗎 我一回頭看到肯娜 肯娜對著我是這樣 這一回合恭喜東方隊獲勝 YES 當時跟夢多無關 YES 那我們要繼續挑戰第二回合囉 好 那我們安妮準備好了 好的 計時開始 拉麵應該還可以吧 我聽說這個真的不是從地獄來的 有啊 剛剛夢多吃一口以後 他就變成從地獄來的啦 他不是原本的事嗎 地獄來的經驗 地獄應該是明天早上 有被拉到喔 真的有辣喔 安妮說很辣喔 有辣安妮的表情 我有看到喔 他繼續第二口囉 他太... 他太不信任後面三個男人了 因為他知道他的隊友太糟糕了 而且是很大口 不要吸 慢慢的放進去 這是搏命耶 不是 剛剛他說 或是我想 他說 會有湯漆 會嗆到喉嚨 對 會嗆到喉嚨 慢慢咬 吸會嗆到喔 對 時間過了50秒 50秒 有辣喔 50秒才第一棒而已 對啊 我覺得小心一點 好 下一位 下一棒 安妮放手了 那就夢多的筷子丟掉 什麼 化掉 不是 那個要燒耶 化... 來... 很辣喔 我覺得無子龍 好小口 無子龍你真的是 不要吸 無子龍 不要吸 無子龍不要吸 不能吸 你就把它當義大利麵來吃嘛 辣嗎 很辣 可是義大利麵來吸 這個不能吸 有辣喔 他可以耶 無子龍 這浪費時間啊 他可以 時間過了90秒 他沒有浪費 他一口接一口的在吃喔 對啊 對...這樣這樣 可是他... 你等一下吹有多吃一點 無子龍可以吃這麼辣嗎 大口 可是他的鼻翼啊 好像在流血 這是他 你自己看他的鼻翼 小心 紅的要命耶 他的麵要命 你的麵留在旁 好 下一位 來自南非的肯納選手 有幫喔 你不要幫喔 下面比較爛 第一口到底如何 他吃好大口 其實滿香的耶 時間過了120秒 兩分鐘 慢一點 慢一點 會嗆到喉嚨 小心 小心不要嗆 再來 慢慢的放進去 來 快吃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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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不要吸 換你嗆到 我賈斯汀 覺得這次西方隊的贏面很大喔 對 贏面很大 賈斯汀有壓力囉 贏面很大 可能最後的關鍵在賈斯汀 沒有壓力就有痛 賈斯汀 你不要辜負你的隊友 斯汀 前面都很努力 我希望你加油 時間過了150秒 賈斯汀盡量吸 賈斯汀盡量吸 對 超過耶 來 下一個 這個還好 下一個 下一個人 吃完了 6 5 4 3 2 1 時間到 小心衣服 小心衣服 他們不知道湯汁很重要 湯汁佔絕大部分 對 沒錯 湯難道不會重嗎 對啊 湯就算再重 他們也吃掉了814顆 對 而且他連蛋都吃了 對啊 我們輸了 這一關恭喜西方隊獲得 好 好 好 這是他們的棒刺 對 那為什麼吳子龍看起來好像要上 斷頭台的臉 不要勉強 OK 我盡量好不好 盡量 沒關係 我弟弟當然會去釣魚 然後他都用一大堆這樣的東西去釣 不要再想這個 不要再想這個 對自己沒有幫助 這一碗絕對是吃不完的 一而食 但就是嘗嘗看 至少你出去說我嘗過這個韓國串 對 韓國串 看吳子龍你也可以只喝湯頭 也可以 你叫他湯頭 My God 計時開始 加油 加油 真的很好吃 快點不要浪費時間 就這樣 他們是來逛街的 就這樣 斯汀 眼神死 對 對 30秒 30秒 他有內心系耶 纏鬥書 他就是纏鬥書 他就是纏鬥書 他真的會爆漿 他就是纏鬥書 斯汀 斯汀 加油 他用同意了 沒有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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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聞 你不要聞 他好有實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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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過了60秒 好 好 你就是台灣男人的夢中情人 安妮 就是你 他好多 好帥耶 當我的誤還 不要很棒 他這一口抵得上前面三棒 完全抵得上前面三棒 Oh man 不要 不要 傳送你的 傳棒 他想起韓文了 加油 暗暗暗暗 時間沒到 還有90秒 安妮你按0 我比較想看後面男生的表現 安妮好棒棒喔 我考慮他的 我考慮他的鼻子可以 太棒了 又換回五指了 爽啊 子龍加油 好 我們今天最大推大推 你可以跟你的隊友商量 要不要認輸 對 可以吃耶 我沒有辦法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這樣 我有家庭 安妮也OK喔 他們這一隊 從頭到尾都是靠安妮在撐的 對啊 120秒過去了 我不用否認 真的好吃喔 什麼味道 你主持人耶 你主持人耶 我不是參賽者 真的很好 你過來 那你喝這個湯頭 我們是東方隊 東方隊 你變我們這一隊了 對 150秒過去囉 對啊 只是你們一直看安妮在吃 搖 搖 搖 趕快搖 吞下去 不要想 不要想就吃下去 不要想 吞下去 對 安妮 吞下去 子龍在等你 沒有 是東方隊的啊 東方隊 對 耶 2 8 7 6 4 3 2 1 真的 是吃了不少耶 靠安妮 對啊 應該 他們還是有吃了60 都是安妮吃的耶 60克是不是 對啊 我們這一隊真的是 太強了啦 給安妮掌聲 安妮棒棒 好 西方隊要有挑戰吃鴨舌頭啦 是的 那第一棒呢 沒想到是吳子龍耶 對啊 他們覺得好像OK耶 覺得應該比較OK 吃完那個韓國魚之後 我覺得什麼都OK 你剛剛冰沒有吃啊 你剛剛吃了什麼 我也是吃一個 一個 不符合我的口味 好的 吃了一個還敢講那麼大聲 真的 好 BB啊 請準備啦 請準備 計時開始 還不錯吃吧 OK吧 我都想吃了 跟主持一指定 金瓜在這裡 肉要吃掉 旁邊那兩條肉 對 翔森姐很有研究 趕快吃啊 好濕 如果你不敢吃的話 沒關係 因為這個等一下也會拿來秤重 對 對 那個肉才好吃耶 我看 就是旁邊的超硬的啊 沒有 沒有 它上面有一塊肉啊 要咬下 有體驗到 你就讓賈斯丁二啦 快點 對啊 那是好吃啊 這鍋我什麼時候 你現在是不願意是不是 吃丁這OK 30秒 丁哥 我的隊友真的太爛喔 你怎麼可以吃那麼忙 你知道我們來比賽嗎 有在計時耶 對 那個肉你們都不吃喔 好浪費喔 他們真的不會吃鴨蛇 你們真的不會吃鴨蛇 他們真的不會吃鴨蛇 然後呢 真的不要跟外國人整一下 吃肉 最近經典是在那肉 對 很細緻 你需要一些真功夫 好吃 是不是 賈斯丁覺得什麼味道 滷肉啊 很好吃啊 它就是滷的 真的嗎 很好吃 你也沒吃過嗎 我沒吃過 真的假 這個真的很慢 這就是慢慢啃配酒 他們吃的樣子讓我很想嘗一個 等一下可以 我們兩個都沒有吃過 90秒了 只要可以放下成劍 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是 什麼樣東西不是這樣 你不一定 蠢泳我就覺得這有點誇張 我覺得蠢泳就真的有點誇張 我放下成劍啦 我吃啦 但是它那個 它就沒有像鴨舌頭這樣子的好吃 OK 安妮是不是 對不對 對啊 安妮最棒耶 安妮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棒 好香喔 好好吃喔 你給一個 你給那個預備嘔吐的肯納 一個機會好不好 我今天過了120分 120秒 安妮你之前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 那就還好 來來試試看 這好好好吃喔 大家加油 好 你正在跟... 沒什麼怪味啦 你正在跟鴨接吻 就這樣想 很浪漫 很浪漫 你趕快了啦 你在幹嘛 趕快 有,他們都有... 他們肉都沒吃好浪費哦 好浪費哦 對啊,好浪費哦 他們只是把鴨舌含進嘴巴裡面 然後再放出來嘛 對,就是跟他喇氣 對,那需要一些技術 有 對 對 對 好 好吃吧 時間剩下20秒 吳子龍換你了 好 又輪回到他們的第一棒了 浪漫 你覺得他吃起來什麼感覺 就...就快一點 這個滷味啦 滷味較勁 對 6 5 5 4 3 2 1 時間了 吃了不少耶 這應該是你們今天吃的最好吃 這一道了吧 對 超多啦 最好入口的啦 對 好吃啊 可是他吃起來滿難吃的 不方便 對 他要慢慢的咬 對 你們總共吃了107克 原來這些小小的啊 對 如何如何都可以接受吧 那個不錯 這個真的 他就很像那個雞爪 有一點像 雞爪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